美国20% 它40% 那么你白白给它 给美国 它的国家 母公司的税 那么白白浪费了 那么应该要给本地的 注册的公司 你的税给它低 外国的你要保存 那么政府要有钱 现在政府要做很多 很多国家要用很多钱 可是那个汽油 已经147美金 跌到40块 那个吃的油 4000零一 跑到1800 所以我们也当心 政府哪里拿钱 所以那么很多大公司 在马来西亚 都赚很多钱 他们的贷款 虽然不要低 本地注册的公司 就给它低 没有政府也要需要钱 所以你认为上市政府 推出那个70个亿 的那个所谓经济配套 足够去协助马来西亚 度过危机吗 当然不够了 当然不够了 根据你的看法 应该政府应该有多了 因为现在政府的 据买了91个Billion 是少了很多 从1000亿 到900多亿 137个Billion 用了34个Billion 现在91 91个变成 900亿 OK 900亿 美金你乘3块有接近 2700多亿 现在还有钱 那么那个7个Billion 不够 应该也30个Billion 还有钱 可是现在政府也要 如果有30个Billion 我们的测资会 现在本来也是 4.8%了 如果它再放多 330个Billion下去的话 不可能我们测资会到 应该是可能到 7-8% 或者18% 你现在经济灾难嘛 因为灾难 你需要用很严重的办法 来救护家 我们不能等到5年 5年要 靠平均这个budget 那个持续点 我们现在 面对的就要 不过我们马来西亚 已经从1997年到现在 一直都是这种 这种车子预算啊 你说这样健康不健康 不要紧 已经是差不多12年了 长久不健康 那么我们的Ringit 不会这样强 可是美国 reficit budget 是从1959年到现在 美国不同 因为它的 它的钞票是国际钞票 每个人还要需要 买他的 美金来购买佛本 你讲长久是不好 对 我们的Ringit会 会弱 可是暂时我们面对的是灾难 所以没办法 我要讲就是说 快点 fix我们的Ringit back down的Ringit 不要等到我们的Ringit 完了才要用来帮助国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